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已经说了 你还去演广告吗 还在哭什么呀 凭什么说我到天啊 我努力追求自己想要的 我有错吗 不行 喝得不够爽 把节目组的兄弟都给我叫来 老板 碧姐今天爆场了 把蛋给我拿来 老板 你给我干嘛呀 你吃有趣呗 看碧姐这架势要自己亲自烤啊 碧姐 你烤能吃吗 是啊 不碰 你们毕竟二百斤的时候 可是村里烤肉一半 二百斤的时候 二百斤的时候 胖过吗 你们等着 去哪儿啊 什么情况啊 还挺什么 我走了 我不知道 来乱吗 这很香啊 谢谢 你走这个状态 还是可以代言 骗骗廉家夫就买菜了 闭嘴 别给我提代言的事 反正都不客气了 我不客气了 吃啊 吃啊 好 吃啊 吃吧 好好好 谢谢闭嘴 可以 吃开了 吃开了 宠外高三八班龚文星 有幸遇见你 龚文星 你没人啊 来 龚文星 睦睦 阿姨 可莱 你也在这儿啊 妈 你这儿干嘛呢 阿姨 睦睦说 好多衣服穿不了 说要送给我呢 挺好的 正好 你也留下来吃饭吧 那 那就打扰了 妈 那我先去备菜了 好 去吧 可南 咱们一家人哪 今天好好聚一聚 你给余浩打个电话 让她呀早点回来 阿姨 余浩她最近挺忙的 她现在还在开会呢 是工作重要还是女朋友重要啊 我给她打电话 喂 浩浩啊 赶紧到你姐姐家来吃饭 可南在这儿呢 我说你这个孩子 你是工作重要还是女朋友重要啊 赶紧回来 我们等你啊 你在哪儿 妈 我又试完点混 等会儿给你点外卖 这臭小子怎么还没回来 没事 等你回 三周上别玩手机了 我马上我们处理个合同囊住了 赶紧回来 没你在啊 干死了 好 浩浩 咱们吃饭吧 喂 浩浩 浩浩那孩子啊 就是不着调 咱们啊 别等他了 咱们先吃 好好好 浩浩 你给可南加菜 谢谢外婆 我自己来 可南 你不用拒紧 你到这儿啊 就像一家人一样 好 好 余总 可南可是第一次到我们家来吃饭 你要是再玩手机 我就代替可南给你没收了 吃饭 霍天 你搞什么要弄真劲啊 这么热闹 我还以为我走错门了呢 我说你怎么回事啊 这么大人 你看你弄成什么样子的 今天都在家里吃饭 你让萌萌一个人忙活 一点责任心都没有 哎呀 我别牢牢了 我这不回来了呢 快 你啊 就是死中不好开水滩 没点正心 你该关心的人不在这儿呢吗 还得拿我这出一头 再发泄一下 我说错你了吗 可南和余浩来家里吃饭 你也没说早点回来尽点心 余浩不会说话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说你也真实 弄那么晚 放下都凉了你赶紧啊 赶紧去 把衣服换了 这可是 我说你处在那儿 你耍什么脾气啊 你冲我发货是为什么呀 你在门不着调 难道我不甘生气吗 外婆 你少说两句 干什么呀 浩浩很难的带 很难的在家里吃点饭 你以为说你干 你冲我发货 就因为没人给药捧根了 你在意过我吗 我八岁生日离家出走 你在意过吗 我在外面跟人打架手骨折 你除了骂我惹是生非 你关心过我为什么打架吗 你知道为什么忘了今天你来吗 因为我和韩蒙吵架了 你关心过吗 关心过吗 你先过去歇会儿 冷静一下 什么叫冷静一下 就我脑子不想想是吧 我就活该永远没脾气 永远前就别人是吗 他不能过生日 我就不能过生日 我说我想过生日就是闹 什么 凭什么 他不爱吃鸡 家里就一点茄子也不少 我说我想吃就是不懂事 凭什么 我回我自己家吃饭 还得帮他谈恋爱暖场子 凭什么 你们有没有一个人 在我我是不是不开心 我是不是很内居 我是不是很难受 我这我够了 我都喜欢我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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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华伯 你先好好休息一下 别想那么多 他刚刚一进门我就看见了 他手上没有带结婚戒指 他俩落矛盾的我知道 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劝才好 你知道 他从小就叛你 调皮 只要是他不愿意告诉我的事啊 总是嘻嘻哈哈地打马回来过去 我想他的问题是他能自己解决 我也怕管多了 他会故意和我对着干 可是没想到他有那么多的委屈 华伯 其实 其实他都明白了 他这本人你还不知道吗 从来不及格一筹的 结婚事也说好相互扶持 结果他和我在一起 一直都在迁就我 我还觉得被惯得是理所当然 觉得他哄得乐在其中 越来越不知错 既然以前都是他仙哄你 既然以前都是他仙哄你 那这一次 是不是该轮到你了 我还是想到他的事 你要看你我 就算了 在于是 云下 你 我 我 你 好 小时候 我就算生气难过 也不会有人哄我 然后我就觉得 只有我自己也显得那么不在乎 才没那么委屈 对不起 这一次我说对不起 以后有我哄你 好吗 是我错了 当你扔掉戒指的时候 我知道了 我换掉戒指的时候 你的心情 对不起 不就是个结婚戒指吗 那 物是死的 人是活的 大不了回头咱们再买个同款呗 这话听着怎么这么耳熟啊 这一话是你说的 我说呢 怎么这么有道理 有道理 还有道理 还有道理 没有没有 是不是还有道理 完全会这话 是不是 还有道理 哎 哎 你刚才不是说要哄我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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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天色满满秋暗了 厨房点亮了光 你答应我 以后不管我们怎么吵架 你打我可以骂我可以 但是千万别把我丢下 我答应你 我永远不会把你丢下 天天一起吃饭 天天都问你说 你 饿不饿呀 被我搞得 大家都没吃饭 那 我们回家吃东西 回家 嗯 回家 走 等一下 来 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吧 这才能吃吃啊 我早半天的菜馆 特别好吃 这面子还真臭豆腐 臭豆腐啊 好吃 这些什么东西 这怎么这么好吃 还吃完 还吃 那是你 这这身 老板 你最好吃 吃上 老板 有一点 这羊肉好 好味道好吃 好味道好吃 怎么了 考上考累了 今天 怎么跑过来安慰我了 可来让我来的 我就说嘛 你心这么大 怎么会知道我这儿出的事啊 她说 你这样被骂 肯定心里很难受 假惺惺 人家是为你好 怎么说话呢 她明明可以发个声明 说没有代言的事 这不是为了你的感受吗 不说拍广告吗 真讨厌啊 怎么就又讨厌了 干嘛有这么好的人啊 真的别人 连机会都没有了 每个人 她都有不同的好嘛 才不会呢 你们都喜欢她 都喜欢我 是张碧姐姐 是张碧姐姐 怎么了 我好喜欢你哦 我长大以后 余季会娶你的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会说 笑什么 没事 你还好吧 没事 小时候也紧张成 一会儿就好了 怎么了 不开心啊 没有 没有啊 身为王爷的圣案 如果你真的不想做副总 我回公司跟他们说一下就好 只是我觉得 与你的能力确实可惜了 我不开心 是因为刚才吃饭的时候 你为什么还老看手机 老忙工作 还有昨天晚上你 你不会是想说 昨天晚上在办公室工作的事吧 昨天晚上是你先开始打电话开会的 我开会半小时 你八小时 而且你还让我帮你冲咖啡 你 不是 工作对你来说就那么有意思吗 就一刻都停不下来 你也应该知道 时间一过整件事就黄了 业务不等人啊 那人就会等了 你不会吗 我会啊 但有时候即使想等 也等不了了 我中学的时候 就没有一顿饭是认真吃的 第一时间跳下饭桌我就做功课 有空闲的时间我也会找韩梦的 我几乎不留在家里 因为我知道 我家里的人 是我爸妈 爷爷奶奶 家在 他们永远会在 永远会等我 高考结束那年 我和韩梦出去旅行 等回来的时候才知道 他们出了车祸 能和重要的人相伴的时间 也许真的很短 错过了 可能就再也补不回来了 但人 也总得有自己的生活啊 可至少用餐的时刻 我晚安的时刻 可以全身贯注地看着彼此 好 以后 和家人相处的时候 可不可以用心一点 好的 我去把菜热一热 饿死了 饿死了 我去把菜热一热 我来 我来 你赶紧去洗一洗吧 那我洗一洗就来 快去吧 那个 我也来帮忙 好 我们把菜热一热 你说得对 对了 可不可以拜托你一件事啊 张碧那里 我同意他 来参与广告拍摄 知道 还有 王总之前给了代言的承诺 现在这样处理主要是为了平息于情 但多少 还是会给对方公司出尔反尔的印象 那你推到王毅那儿不就好了吗 他是公司的人就代表公司形象 而且他是你创业的时候就在一起的朋友了 怎么能推他出去啊 那你想怎么样呢 我在想 有没有可能帮张碧谈到等值的代言 他的形象代言时尚类是合适的 可是现在还没有接到 姚倩和我说 很多公司是担心他层次低 所以我才想 你的校友里 会不会有可能会有相关公司的资源 如果有的话你推给我 我帮他谈谈看 谈完了 你刚刚是忙着 帮他谈代言啊 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啊 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啊 我是你老板 你没有啊 何动作引发我想要引发 真的吗 谢谢 谢谢 我就说吧 爱性了你还是聚气不会差 我又拿到了个鸡蛋盐 我又拿到鸡蛋盐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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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开饭喽 来 都说现实的路上 肯蓝 浩浩 赶紧过来吃饭了 我们两个就不吃了 可燃她妈妈还在家等着呢 感觉不足 我天 超 光 灯星空翻 看常识的灯光 投射现实的落 portfol 来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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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也多吃点啊 妈 你也多吃点啊 那片梦夜 是否就会开花 这烟火人间 冷漫的世界 被那万千风景所流连 多少奔波里充错 哦 午夜 把心酸强迭 陆续的遥远 哦 晚配得着 但我只是想从今的季节 吃饭 才懂清醒到我 为何一样 还却降着脸 阿姨 也不知道 合不合您胃口 要是不好吃的话 你就少吃点 好吃 没想到你的厨艺 还挺不错的 你就别那么拘谨了 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啊 妈 我家没厨房 也从来不该活 好 妈 吃番茄 来 尝尝 没想到 你的口味还挺特别的 你们家里人有偏南方的吗 南方 对我来说 你们平时在家都吃甜的都 妈 你尝尝这个 这个好吃 你看 你没骗了 你呀 从小就是个撒谎精 妈 你哪有这么说自己女儿的 雨昊 我跟你说 可兰小时候 我们带她去逛美食展相会 她爸硬要她尝尝甜豆腐脑 好说歹说试了一下 吃了一口就不吃了 一个人的口味很难改变的 主要是这背后的意义嘛 对不对 对什么对 你就是个撒谎精 你忘了上回你冒充节目组 给我道歉 二七万岁的事 那我还不是为了你啊 你别解释了 雨昊 她上初中的时候 为了安慰一个父母离异的同学 安慰 把我描述的 比白雪公主的后妈还可怕 娘妈 那个同学倒是安慰了 可后来见到我都绕着走 不是 后妈对不对 阿姨 你不知道 有一次她给我做了一个牢骚蛋 然后非要说是在我家楼下买的 你怎么知道是我做的 你别清淡淡 快说快说 非要说是在我家楼下买的 但我家楼下根本就没有卖走饭的地方 她都不知道 那你知道就知道了 你干嘛还说出来啊 真是 我醒醒来了 妈 你别说了 你可真是我后妈了 妈了 别说了 你怎么能这么帅气了呢 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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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我一直觉得 谈话做事 都是需要有目的的 但有个人教会我 生活的乐趣 就是在一次次看似 无意义的闲聊 就像在导论要吃什么 最终吃的是什么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边吃边闲聊的过程 好 为什么毛细往里会放茄子 因为 就想让你们问为什么 我给你尝尝 我要尝尝 来 来 来 说得不错啊 奖励 苏总 广告方案确定一下 你如果真的不想这么忙呢 我明天就去公司 纠正一下你的职务 你不是希望我有更多时间 陪你一起工作吗 听你的 喝点水吧 谢谢妈 谢谢阿姨 别忙 太晚了啊 好 好 刚才那工作还那么弯呀 是啊 和她在一起 能老忙工作 你开心吗 我看也挺开心的 可了 其实 妈妈并不需要你一直照看 看着你的生活里 游离自己 这样 妈妈会更开心 而且 她为你改变 你也应该向她靠近 你朝我走了一步 我想我应该朝你走一步 天色漫漫都漫漫 那现在 我可以工作了吗 风却不相散 这就是你喜欢的浪漫 接到了吗 对 直接带去现场 喂 拍摄现场的问题吗 嗯 好 之前不是确认好了吗 怎么突然改计划 方案给我看一下 前几天的负面舆情 现在也差不多完全平息了 等会广告拍摄 媒体探班的口风 需要特别注意一下 千万不能有引导到 朋友关系以上的信息 反正再出什么问题 自己去解决吧 今天就先到这儿吧 大家都抓紧时间 快去现场准备 照顾好 媒体和合作方 辛苦了 散会吧 王总 公司和我说 是您帮我谈了个代言 实在太感谢了 等会儿现场面线啊 苏总 这个王傻 破天荤的找可兰单聊 不会药做什么药吧 不会 对王总什么人 药做药从来都是背后使坏 而且你没看他高层的表情 明显就是理愧 我估计 还是看可兰姐完全不说他 心里变得了 有道理 有钱 那不可以啊 可兰说你会观察人 果然不是瞎说的 张碧那边说 感谢我给他谈谈言 你跟他说的 和张碧公司 是市场部对接 未来总有需要他 帮忙配合的时候 你在他为难的时候 帮过他 以后说话会方便些 我欠你一个人情 王总 这不是为了人情 当初反对张碧代言公司 现在沟通中 做出这样的选择 都是理性的公司考量 我知道 人很难抛开一个人的身份 和精力堪忍 你也知道 大家现在看我 多少都会有些尴尬 但 试一试纯理性的考量 也许反而会更轻松呢 欠你的人情 我会还的 什么 你直接去晚宴 见啥你不来 省省吧 您不想见我 什么不想见你啊 我那天给你打电话 不接就算了 不接就算了 之后也没再回 什么意思啊 我那天开会嘛 对 你找我什么事 没事 今晚你就知道了 我现在玩去 挂了 差不多 该准备去片场了 这一场不都是安安杰来吗 怎么你来了 他看你一直打电话 不敢进来 你就穿这个 造型说最好不要太正式 会让人感觉距离感太强 正式 太正式的话 你这穿哪个 我看看 衬衫穿黑的吧 显稳重 外套就用浅色的好不好 好 你试试 余总 您在女员工面前 从来都不知道避嫌的吗 我在办公室 我避什么嫌 那我避嫌 不用了 她在这边 左蝶 斗 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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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边 右边 右边 左边 左边 右边 右边 好 月航 你 你别闹啊 晚饭我是出发 来得及 我倒白天呢你 太大幸会没有听到了 雨昂 这两天一直在忙 广告拍摄的事 以后还有媒体采访 晚上还有合作方晚宴 趁现在还有时间 休息吧 休息吧 对了 大爷那是 你和张碧那边说 是王毅里判的 是啊 对了 免得因为那天炸锅的事 张碧那边 会觉得王总不妥 以后难办事 你这是在这儿台阶下 那咱好像不领勤啊 不给这个勤奋 就连领的机会都没有了 给了 给了 至少面上不会那么难看 而且 他是你创业时就一起的元老了 如果真的相处不好的话 那 我这个副总裁 可不就是个财部配位的 你也可以帮你妈收拾这家东西了 我家对面那家下周搬走 到时候 你妈可以搬过来住 你家对面要搬 那么巧 不可以啊 你那么心急 想让我搬过来 你那么心急 想让我搬过来 你不接啊 我不接啊 这么急吗 不急 余总 苏总 来 对不起 打扰了 他都怪你 他跟他说什么呢 麻烦了 哎 干嘛呢 干嘛呢 我 余总 怎么了 片场那边出问题了 这是我反复沟通好的 我不要什么原因 我要的是结果 明白吗 余总 苏总 说 我这身衣服怎么样 一会儿跟浩浩拍广告 量不量家 不是 你发意让我看什么看啊 本案里没有赞人师吗 浩浩的眼光 跟造型师的眼光能一样吗 我是要浩浩喜欢 又不让造型师喜欢 不是 我以为上次烧烤摊的时候 你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定位 我那只是暂时的失忆 我已经重振精神了 那 那我也怎么样 我就有走黑护护剑 我就要你们见 我跟浩浩在一起的样子 怎么了 心情还是不好啊 你想想 我要是把浩浩抓牢了 你不就可以 进入苏可兰了吗 我发现他人真的挺好的 你知道拥有 我会加倍努力 拆散他跟浩浩的 这样子我们才能和正确的人 在一起呀 一会儿就要跟浩浩拍广告了 还要一起参加玩意 太期待了 先挂了啊 张碧老师 下一张要开始了 下换衣服吧 我 我不是好十一点 要走的吗 你也不得啊 张碧老师 在那边请到吗 再给BG补装吧 快点 快点 快 喂 雨晗 你人呢 不是好十一点要走的吗 昨天已经反复确认无误了 但张碧的公司说 剧组不放人 让我们先派其他的部分 他三个小时以后可以赶到 三个小时 可是媒体和我们的合作方 已经触发去限量了 时间不及了 你好 你好 大家辛苦了 先跟我到里边休息一下吧 来 这边请 到了 好久不见 往里边休息啊 辛苦 辛苦 这边 这边 喂 喂 什么 张碧剧组不放人 最后一辆车夜从酒店出发了 最晚半个小时到 先去拍摄圣场 到路的媒体前安抚 路上继续联系对方剧组 看到底什么情况 尽管协讨张碧出来 如果时代不行的话 哄一口劲 就是张碧突然生病 看看 拍摄圣场 好 这次我们已经签好了合约的 不是你们说 反正晚到三个小时 也可以拍完 就可以迟到的 明白吗 媒体已经在那儿等着了 而且拍摄之后 还有晚宴的安排 我也不知道 对方剧组会不放人呀 说是场景有变动 必须得今天 不要跟我说那么多 你们就不能直接走吗 是他们出尔反尔 别人都直接到现场来盯着了 还有那么多其他演员 这要是直接走 肯定要被说耍大牌的呀 你们怕被别人说耍大牌 就不怕我告你们违约吗 我警告你们 在我这里 你们已经开始耍大牌了 而且还要面临着 经济方面的损失要赔偿 不是 因为自己好好算一笔账 就应该知道 先保哪边的明白吗 王总 我和宇晗熟 可不可以把电话给我 我和他说 喂 宇晗 是我 苏可兰 可兰姐 真不是我不努力沟通 没关系 宇晗 你先别着急 你刚是不是说 制片人也在现场 他能做决定是不是 是 怎么称呼他 我们称呼他李总 那你把电话给李总 我和他说 好 好 你派你的 时间那块你不用考虑 好吧 李总 你我我 好 哎 喂 喂 李总 你好 我是苏可兰 下顿吃什么的副总裁 哎 苏总啊 哎呦 我们这边张碧 是真不能放人 张碧一走 我还得再进一次这个镜 所有演员都得重来一天 你看你们拍广告 不可能每个镜头 都需要张碧 是吧 你们先把别人都拍掉 等他来再补拍 这不是皆大欢喜吗 不是 什么皆大欢喜啊 让媒体在那儿干等着吗 你 你问问他们 已经说好的事情 反复 推翻 延迟 他们还有点欺缘精神了 王爷 李总 所以如果现在让张碧走 会产生的问题是 要再拍一次今天的景 所以会增加预算是吗 哎 苏总你真是一说就通 你看我这边一天的场景费啊 是 真是不少啊 喂 可兰姐 媒体这边现在都有 小姐 张碧现在在拍的这个戏 你能不能弄到 张碧这个戏的场景表 哦 有 我好像在匪区里看到过 你发给我看看 喂 苏总 哎 李总 您说 余涵有备用手机的 你帮我和他打个电话 确认一下 生鲜超市这个景 有没有确认在哪里拍 好 你们超市拍了吗 有定在哪儿拍吗 咱们先就那边 都探一下吧 时间就都 都平衡一下好吗 喂 苏总 喂 苏总 还在吗 哎 李总 在哪儿 这样我们这边就晚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之后呢 我一定放人 行吗 李总 你们这部戏 是不是有生鲜超市的场景啊 现在这个景 是不是还没有来 确认在哪里拍 你怎么知道的 是这样的 我们公司有超市 如果提供给你们免费拍摄 那省下的预算 是不是可以填补 今天场景的超支了 对啊 而且 如果拍我们的店 还可以伸到 只有点品牌的logo进去 这 稳赚不赔呀 好啊 苏总 这个好啊 谢谢李总 我会尽快安排人 配合剧组勘景 如果你们有陈设需要的话 我们也会尽量 我们也会尽量满足 行 我现在就过去 找导演商量一下 让他们赶紧拍 赶紧拍 然后把张碧给放走 好吗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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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总 余总 王总 一会儿我们靠边停一下 我和安洁下车 不去拍摄现场吗 我们先去一趟张碧那里吧 不都说放着呢吗 一场戏是多久 我们也不清楚 万一再拖脑 这样 安洁你一会儿帮忙 把场地的河吞做出来 陪我去一下张碧那里 我们直接找李总签调 这样的话 他们肯定也不好意思再拖 而且张碧就这样走 可能对他也不好 我们带点礼物过去 让剧组的人也舒服一点 好 不好意思各位久等了 余总已经到了 余总也出兴吗 那当然了 他本人就是公司最大的 请永远不会离开的代言人啊 来 来 来 表演 余总已经进化软件了 张碧可能还得晚点 您这边都准备好了吗 差不多了 来 先挂 顾香 人呢 顾香 人呢 你好 请 我家产都给了你 怎么能这么对我呢 卡 比比 也得好 情绪非常保满啊 换个地位调整一下 赶紧再来一秒 这排位置上就放人 能拖就拖呗 紧着点拍 说不定就拍完了呢 智慧 就 就在前面 在前面 李总 陈导 这是吃什么的苏总 苏总 李总好 你好 苏总带了一些 我们公司销量最好的 半成品食材给剧组 给大家改善改善伙食 李总 下面的拍摄计划 我也一起带过来了 请大家再稍微等一下 好不好 邵律师啊 王总 各位记者朋友 跟我来 这都不错啊 好久不见啊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呢 这位就是做并购 非常有名的邵律师 上次银河收购这个案子 就是说 少律师做的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采访一下 机会难得啊 来来来 大家慢慢来 一架一架媒体 姐 到那儿有时间再补啊 一会儿就能见到我们家浩浩 我要随时美美的 顺利吗 还有多久 顺利 马上 王总 王总 搞定了 我吃了 对不起啊 我来晚了 不好意思 克兰姐 我跟导演沟通过了 先推十半小时 两头的粉丝都 通好气了吧 都安排好了 放心吧 好 辛苦了 姐 咱别比了 没希望的 你哪儿比得上人家呀 你去忙吧 去忙吧 好 各位媒体朋友 合作伙伴 我们的广告拍摄呢即将开始 请大家有序落座吧 在拍摄的过程中呢 请大家全程保持安静 非常感谢各位配合 谢谢 开始 下顿吃什么 陪你一起 好好吃饭 好 各位朋友 咱们的广告拍摄呢 已经结束了 请大家移步这边 下面是余总的 自由的采访时间 谢谢 这边请 余总 对这支新广告 请问你有什么想法吗 下顿吃什么用餐食 连接大家的胃 温暖大家的心 而这支新的广告片 也希望可以传递出 烟火的氛围 余总 最近传你 和张碧的绯闻 你有什么想法呢 今天我们是来拍摄广告的 而且这支广告片 也是融入我们 很多的心血 还有很多创意 我觉得大家可以 把注意力放在这支广告片上 而不是放在这些 有的没的东西上 希望大家在看到 这支广告片之后 能够 好 就是 噐 在这支广告片里 宝贝 你 立即这个 都不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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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还有 你 把人家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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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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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更是我的责任 幸亏苏哥 苏总 王爷 咱俩认识多久了 十年 十年 这时间还真的是不知不觉的 我创业 你是最早参与进来的 一开始 我们去说服餐厅 把中央厨房的招牌菜 半整品拿出来卖别人搭理 于是呢 你就一家一家地去找 一家一家地去聊 好不容易才有几家餐厅愿意参与 紧接着 你又给购买的用户送传单 发消息 让他们给好评 去实体店体验 慢慢地采用那些餐厅 真的意识到 好像我们平台 的确可以提升他们的品牌价值 担补实体销量 正因为这样的信任 才拷大了菜品 才让更多的餐厅愿意进出平台 就去吧 没事你做副总 是不是心里特别不舒服 我现在知道 你为什么用它不永远呢 这段时间 你不出面 也不找我 就想让我自己 看清这件事 我要是出面的话 你不是更加觉得 我滚闭心脚 更加觉得我不理性吗 说实在的 你能这么信任一个人 我还是很紧张的 那是因为他值得信了 那 这次商业的承销商 你拒绝了高盛的接触 是不是也是因为他 我说 作为职员 我无话可说 但是作为你的朋友 我劝你一句 你让他那么深入 进入公司管理 我是能理解了 那其他合作伙伴呢 走了 朋友 那还有晚宴 好 倩倩 这是干吗呀 可兰姐 今天我受人之托 扮演仙女教母 等会儿就帮你送上南瓜车 什么难挂车呀 欢迎苏小姐 这是苏小姐就麻烦大家啦 这是一送电影我安排的 你是嫌我这个副总裁穿得太不像样 给你丢面子啦 要我收拾收拾再去晚宴 晚宴上到各种人都有 肯定也有遗义着去运的 我真不希望你一面无聊的影光点断 安心 安心 张小姐 李总 你好 你好 好久不见 张小姐 真是光彩照人啊 真人比电视上还要漂亮 哪有 玩好啊 张总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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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张小姐的新电影正在拍摄中 高速上映了 我们一定去支持 谢谢支持 回见 导儿 哇塞 你不知道全都是巨牛的投资人 一堂项目都是几十个亿啊 你好 女士姜 你好 你好 你想要吃吗 你想吃吗 对不起 吃 吃了吗 我 不认识 好 拉住我干吗 你不是穿着沟溫鞋吗 我一摔着了 我印象公司形象 你现在不是副总 这人多 你看 听话一点 不好意思 你 她是谁 好 你好 我是Sul 我 the vice president of NEST2Y and I'm in charge of the listing work and I'm in charge of the listing work I'm Jonathan with Morgan Stanley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so how long have you been to Chongqing only under a day 姐 真别别了 I think maybe you can come to visit our company sometime 因为我认为我们可以一起工作 我也是 我也会很棒的 真的吗 是的 好的 晚安 谢谢 享受 邦总 你好 李总 李总 邦总 你好 先过去了 上次说的那个事你记不记得 对不起 您播调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播 郭逸向 家里门锁是不是坏了 还有 你说让我早点回来 我晚宴都没参加退调了 你人呢 头 interes 您并得想回去 要你公职 我早点也开esc Carla 甚至 inconsistent 那 interview devil 一九九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九点十六分 一个只有六斤八两的女孩降生了 小小的她却爆发出惊人的哭声 面对这个未知的世界 我想陪在你的身边 在相纸和记忆里 时间可以是非线性的 非线性的时间里 我想和你一起去经历你的快乐 悲伤 甜蜜 感动 搞什么嘛 吵析我的窗户 吵析在哪儿 而未来的时间里 我和你一起去冒险 去完成你所有的梦想 就像你小时候想学芭蕾 但却被逼着学了跆拳道 现在穿着芭蕾服打跆拳道的你 一定会很迷人 一步步地走来 我更明白你是如何成为一个 让我心动 让我心碎 让我捧腹大笑 又让我懊恼发飙的你 如此特别的你 和一个同样特别的我 相爱的 满是差异的我们在爱里 甜蜜争吵 我们都想找寻解决的答案 但或许答案早在我们心底 你不会是想说把自己当成礼物送给我这种台词吧 也太老土了 也太老土了 赶紧出来吧 你不嫌憋得慌啊 你不会是憋坏了吧 龚茜 昔 戒指 不是被你换了吗 人是活的 或是死的 我再买个一样的不就好了吗 龚温馨 我知道这句话我错了 所以 我又把戒指赎回来了 我再买个一样的不就好了吗 龚温馨 我知道 我们带着不同的成长经历 走到现在 事量和独立 有着许多差异的个体 原来还会有无数的摩擦斗嘴 但我愿意和你一起 去经历琐碎生活中 所有的打工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 我却不允许错过你 你敢吗 这有什么不敢的 谁送谁孙子 你赶紧吧 潘楼 江南一kind 我自己有手有脚 自己能走 能拿吃的 叶总盒 看着什么 其实你打扮打扮 还是可以涂雷内在美群体的 社交战盒 注意表情 管理啊 韩梦怎么不在啊 她今天加不了板 有更重要的约会 今天晚上结束之后 你还要回去给你马做饭吗 不用啊 今天结束肯定很晚了 我给她点了外卖 她今晚自己吃 了解 那今天晚上 应该可以不用回你自己家了吧 我给她点了外卖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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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说英语吗 我会啊 小偷 我会 干杯 嘿 Jonathan 你好 久不见了 很久不见了 谢谢你 她长得比你还好 谈妥比可兰姐还好 什么人呢 好 杨总 李总 张总 这位是高盛的VP沈志林 张总好 李总好 好 我们先过去一趟 我妈妈喝了 一会儿聊 你好 又见面了 我好像没有邀请高盛 一个优秀的VP 是要欺而不舍的 我本来给你打电话 就想说这事 是 苏副总 苏果然 也是我女朋友 你好 我是余昊在宾大师的校友 高盛投资VP 沈志林 我爱你 吹心铺发 看城市的灯光 都说现实的落差 可是 这路总得继续呀 再向前你写那片梦言 是否就会开花 这烟火人间 浪漫的世界 被那万千风尽锁流连 多少本玻璃突错无言 把心酸成烟 无计的遥远 偶尔会遇见 当我只剩憧憬的季节 才懂前行的我为何依然 还只剪热烈 这烟火人间 未知的宣念 谁也不曾哭过双眼 莫连明天总会 冲淡一切 迷着天和解 但细许一点 将星空耀眼 心得期待 去奔赴今天 抬头欲言又止 而你是否还一如今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